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号访问英国时称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损害各国主权 美方敦促英方对一带一路保持警惕并发声反对 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国际社会用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投出的信任票和支持票 是对美方言行的最好回应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的个别人士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 持续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特别是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之前有关的论调更是来势汹汹甚嚣尘上 但结果怎么样 150个国家 92个国际组织 6000多名各国代表 参加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其中还包括50多名美国的代表 耿爽表示 这是国际社会用行动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投出的信任票和支持票 也是对美方言行的最好回应 我们注意到这两天 美方个别人士又开始老调重谈 继续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攻击和抹黑 他们说的不累 我们听的都累了 我想再次提醒他们 不要高估自己的造谣能力 也不要低估他人的判断能力 如果他们愿意 就让他们继续去说 我们会继续去加油干 到底谁是搅局者 谁是实干家 我想国际社会会自有功论 我会继续去加油干净